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龚哥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苹果批发市场 深圳华向北 这里的手机呢 基本承担了全国90%以上的二手店铺以及平台供物货 比如某宝某鱼某转某东上面的很多平台都是在这里拿货的 什么样的手机都有 原装机翻新机组装机 这里的价格呢 也都是批发价 虽然说这里的手机价格非常便宜 但是这里有点水也是非常深的 如果你是不懂行的小白来这边淘鸡器 最好还是找名老司机带你淘鸡 虽然说花一点辛苦费 但最起码大概率能拿到原装机 总比你自己不小心拿一个翻新机要好很多 好了 接下来就看一下小光哥今天又淘了些什么手机 首先呢 来给一位老铁挑全台苹果的刹s 马克斯 这是一部港版256g内存的 目前市场拿货还要3700多 虽然说这部手机呢 已经上市三年了 但是目前市场拿货还是要将近一个4000元的一个价位 可以说苹果手机是非常的保值 这部手机呢是2018年上市的 也是苹果第一部支持双卡双代的机型 屏幕尺寸的是6.5寸的oled屏幕 搭载的是当时苹果a12的仿生处理器 后置1200万像素 目前在4000元价位的二手苹果手机中 也只有苹果的xs 马克斯和苹果11了 但是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个人更推荐苹果的xs 马克斯 因为苹果11呢 虽然是19年上市的处理器更好一点 但是它的屏幕是lcd屏幕 在色彩的还原度和清晰度方面 没有oled屏幕表现的更加养眼 而且它的黑边非常的明显 当然如果你能忍受的话 算我白说 另外一点呢 xs 马克斯的电池续航方面也要比11表现的更好一点 在性能方面 两部机型的话 表现的都是非常ok的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像这种机器只有拿在手里面 才明白当年上万的手机是什么感觉 这部手机呢 是一部冲心机 电池效率更是高达99% 确保是一台原装机 没问题 就帮老体安排了 今天我们在市场淘机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家当口竟然还有全新未激活的苹果6 这些手机呢 都是港版的 有激活的也有未激活的 当口老板报价 未激活的拿活要700 没有激活的少50块 苹果6代呢 是2014年发布的旗舰机型 当时的起售价格也是高达5288人民币 对比一下 苹果8年前的产品都要5000多 去年2020年发布的苹果12售价也要5000多起步 可以说苹果手机算得上是另外一种的保值方式吧 听当口老板说 这些手机呢 都是出口印度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些手机呢 没有及时的出手 当口老板说 这种手机在越南 印度那些东南亚国家 以及非洲那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边的话 消费能力比较低 几百块钱的苹果手机 他们已经非常高兴了 像这种手机呢 还有十几部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可以关注我 最后呢 再来给一位安徽的大哥 挑选一台11普麦克斯 这是一部美版有所黑解的256g版本 目前市场拿货不到5000就能入手了 目前有所的机型呢 都可以黑解黑解之后呢 不再需要使用卡贴就可以激活了 实现了和无所机一样的功能 所以说这种有所的机器 对于那些预算有限和要求高的朋友来说 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文哥 在花江北努力搬砖的背包客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的可以关注我 每天晚上都会给大家在线直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